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2月22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万维微播 我是Cherry 中美最新轮贸易谈判仍在华盛顿进行中 美国总统川普22日对美中达成贸易协议表示乐观 川普22日在白宫与中国代表团会面时说 我认为我们正在取得很大的进展 他还说 达成协议的可能性非常大 川普预计下月在海湖庄园与习近平见面 他表示 习主席和我将敲定最终条款 川普称 因为会谈进展顺利 美中双方计划在整个周末继续谈判 中方代表团将在周日晚上或周一离开华盛顿 川普现场对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表示 我把最后期限定在3月1日 现在是10% 我认为 如果你能把这一点告诉习主席 我认为 如果我看到正在取得进展 正在取得实质性进展 延长这一最后期限不算不恰当 保时在10% 而不是提高到25% 我倾向于这样做 中国副总理刘鹤附和了川普的观点 称从中国的角度来看 贸易协议是非常有可能达成的 美国财政部长努金也出席了会谈 他表示 两国就货币问题达成了最终协议 尽管双方在强迫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盗窃等问题上的分歧 远未得到解决 但CNBC援引消息显示称 中国已承诺购买1.2万亿美元的美国商品 中国近期开始针对新疆争议性十足的再教育营进行推广 自从去年12月以来 中国已开放三团外交官参访新疆的职讯中心 然而 人权团体却将这些职讯中心视为再教育营 这样的举动被视为中国驳斥其他穆斯林国家及联合国的批评 中国外交部2月16日曾表示 巴基斯坦等国外交官将在新疆进行为期四天的参访 而根据路透社22日的报道 中国接下来会再邀请沙特等16国驻中国的外交官们参访新疆再教育营 路透社表示 在新疆议题上 中国政府开始对来自国际社会的批评感到担忧 为了对抗大量的指控 中国政府试图努力针对新疆营造更友善的论述 一名外交官受访时表示 中国政府目前十分担忧 此前 穆斯林国家大都不公开针对新疆议题批评中国政府 但这个月初 土耳其公开要求中国关闭再教育营 指控这样的做法是人性上的一大耻辱 而这也招来中国政府愤怒的响应 一个驻中国的外交官告诉路透社说 中国政府不希望其他穆斯林国家加入批评中国的行列 中共政治局委员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再报丑闻 近日 网报其博士论文被曝涉嫌大面积抄袭 陈全国主政新疆因迫害人权遭国际舆论抨击 2月17日 有网民在推特上发文披露 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2004年武汉理工大学博士论文 中部地区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研究 涉嫌大面积剽窃太人论文 该论文的第一章导论部分几乎是逐字逐句抄袭了 中国社科院莫志宏2002年的博士论文 两文的导论部分相似度高达81.1% 抄袭的字数更高达于6900字 事实上 如陈全国一样被指示驻水博士的官员 在中共官场比比皆是 而陈全国之所以受到关注 与其主阵的新疆迫害人权遭国际舆论抨击有关 为防资本外流 中国政府自2016年底开始收紧对海外投资 国际房地产服务机构戴德良行22日发布报告显示 2018年中国境外房地产投资总额157亿美元 减少了六成多 戴德良行2019年中国境外地产投资意向调查报告显示 中国境内投资者2018年境外地产投资已从大量海外收购转向资产处置 数据显示 2018年全年境外有超过120亿美元的物业资产被中国境内投资者出售 从投资目的来看 2018年香港人为陆资企业首选的境外地产投资目的地 全年成交额95亿美元 年减20% 美国和澳洲分别以23亿美元和13亿美元排名第二和第三 相关数据显示 2018年中资企业在美国总计收购近23亿美元的物业资产 同期资产处置为31亿美元 调查显示 2019年中国投资者普遍对境外房地产投资持谨慎态度 戴德良行预测 2019年中国境外地产投资额将保持低位平稳状态 川普总统上台两年以来不仅大力查击非法移民 也明显紧缩合法移民的管道 导致移民申请入籍的等候时间倍增至10个月 使得有些不耐久后的申请人放弃入籍 宁可10年换一次绿卡 纽约时报报道 在川普上台前 移民申请入籍的平均等候时间是5个月 如今不减时间倍增 而且在拉斯维加斯等地 由于申请案积压太多 等候时间甚至长达31个月 川普政府两年来不仅加强调查入籍申请人的背景 还抽走面谈申请人的部分人力 有些上路的新措施更增加了申请难度 加上申请费用高 英文测验又容易吓跑一些移民的申请请愿 使得目前有资格申请美国国籍的900万移民 申请难度越来越高 这个情况造成了两个现象 第一 许多永久居民意识到 绿卡不见得不会被遣送出境的免死金牌 第二 许多人反而更想入籍以取得投票权 预计在2020年大选前将有数十万移民将成为潜在选民 但反对川普移民政策的阵营指出 由于入籍申请案预期越多 想要入籍的合法移民更难参与政治活动 也更难加强对美国的归属感 2018年11月朝鲜驻意大利代理大使赵承吉的叛逃事件引发国际关注 2月20日前朝鲜驻英公使泰永浩透露 赵承吉在意大利就读高中女儿已遭强行遣返回平壤当人治了 去年11月10日赵承吉携期逃离朝鲜大使馆之后就失踪了 之后传出他叛逃的讯息且寻求西方国家的政治庇护 可是他的女儿却被朝鲜使馆抢先一步送回平壤 目前下落不明 据消遣事透露 目前对于赵承吉的寻求政治庇护动机尚不清楚 不过他在2015年5月就被派驻罗马 已经在意大利生活了三年 目前正免领要被调回平壤的情况 他此次抗拒平壤当局旨意的行径 或许是因不愿被召回 朝鲜包括外交官在内的驻外人员 其任期通常都是两至三年 朝鲜驻外人员大多会将其子女 以人质的形式留在朝鲜 不过赵承吉却能协同妻子和儿女 一起外派至罗马 由此显示他身份较为特殊 中美贸易谈判不断释放利好 投资人认为达成协议的希望越来越大 股市大幅上扬 部分股指创于20年来连续上扬9周记录 在英特尔领涨下 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上涨181.18点 或0.7%收26,031.81点 为11月9日以来首次突破26,000点 连续第九周上涨是1994年5月以来最长 今年开年来股市飙升 2019年主要指数均上涨至少11% 因为联准会表示将对升息抱持耐心 预期美国和中国结束贸易冲突也提振了股市 《流浪地球》是中国本月上演的一部科幻片 一秒钟是一部题材涉及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故事片 《流浪地球》受到了中共共产党当局的权力宣传和吹捧 一秒钟则受到了中共当局的权力封杀 在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来看 中共当局对于这两部影片 冰火两重天的不同对待 展示了中共当局的宣传手法和操控舆论的新动向 美国之音文章分析指出 很明显中共当局确实是在利用流浪地球来推销习近平思想 借此来推销中国模式 中国方案 这也是借题发挥 在《流浪地球》受到中共当局的热捧之际 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的涉及中国文化大革命时代的电影 一秒钟在柏林电影节最后一刻 因技术原因被撤出 文章称 技术原因这话绝对不能信 肯定不是技术问题 张艺谋这个电影其实从批准他拍摄 到后来拍摄成功 通过审查 其实官方已经做了很认真的审查 做了不是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而是再三审查也得到了放行 最后关头估计又有比较更左的人捅了一下 或者是觉得不妙 就在最后关头以所谓的技术原因拿下 第91届电影盛会奥斯卡金像奖 在星期天2月24日在好莱坞杜比剧场开幕 今年是第二次奥斯卡颁奖典礼不设主持人 同时很多受欢迎的电影得到提名 我们看看洛杉矶是如何为奥斯卡颁奖盛会做准备的 红毯正在铺开 道路已经封密 奥斯卡主题商店生意兴隆 这些都说明好莱坞进入了最后准备阶段 迎接名人云集 礼服精美和魅力无限的颁奖典礼职业的来临 洛杉矶市长办公室发布了一份报告说 奥斯卡盛会能给洛杉矶市带来价值超过2亿美元的收入 以上是今天的万文微博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的观看